附路930501陈教授专题演讲提升图书馆形象 提升图书馆形象 素德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 陈生教授提升图书馆形象 一、一般人对图书馆的形象 一、合规形象 对于特定目标诸如国家种族 机构、个人、事物等等的内涵外 冒际演行活动所产生的反应、感 受格评价之中和印象 二、想象与脑中的形象 一、孔子 至圣先师 不轻易言笑 好学不选 二、马力言梦目 性感与生 三、西部牛仔 野性 好道 好斗 酗酒 好读 好色 投机 冒险 四、中国城华人 阿余 刻苦耐劳 单校 保守 守财 麻将人 喝茶读 三、一般人心中的图书馆形象 以一位读者对图书馆印象的转变 五十年代时 大力借书 大力乐报杂志 大力约会谈情 大力准备考试 六十年代时 大力自修 大力阅读期刊 三、大力写论文 大力休闲听音乐 二、对管员的看法 一、美国人六十年代 教育程度不高的中年妇女 圈拥默感 神经指引 衣着末时 装腔作事 敞舌 二、国人看法 表情呆感 圈乏笑容 腕扬念头 脉头看小说 不爱说话 打毛线 电话长舍 三、学校图书馆立位 校内边缘单位 对学生课业没啥贡献 县查单位 养老院冷宫 不讲究绩效 二、建造管员清形象 一、清界服务 一、当读者寻求图乎实 A、领刻 暂停电话 站起来 身体越向前进 保持适当距离 B、询问 May I help you? C、倾听 双目注视对方 点头 微笑 素记重点 D、回话 大如亲身敬意 大如河南客气 一、亲自或以教他人服务 完毕也别忘询问是否满意 二、随时注目礼望 一、多用、请、谢谢 对不起、不客气 二、仅可能称 称呼对方 陈小姐 陈老师 李同学 校长 三、善用肢体理言 不可双手插腰 或交叉在脑前 四、无法及时服务时 需要时间 不可及时服务时 需表示建议 大如鱼 抱歉 本环目前没你要的 资料 你是否愿意预约 大如鱼 对不起 我找到将密集 通知你 大如不可直说 不知道 在那邊改天請來看看 五不可說出損人自尊的話 大魚這麼簡單也不會長 大魚以電腦打字真訊 大魚太粗心 三發揮靜電精神 一在未太粗心時不可 大魚打電話聊天 大魚休止腳步 大魚看小說 大魚打毛線 二早開碗關 三開關前虛幻視就緒 四僅可能親自服務 四重視服裝美容 一穿著整潔端裝 二不衣濃裝不可不修蝙蝠 三不可有不臭搞實氣香味 四不穿會發生的鞋子 五走路不脫的下 五營造個好環境 一提供優雅的環境 大魚造型設施色彩整潔 二指標明顯 三人性化不臭動線 四洗手兼有指睛即香睡 五配合節慶 六其他手機角落 三結論斜線建議 一認識圖物業新觀念 以圖書管事讀者導向的組織之構 二圖書管事屬非名利的組織 其一切鼓勵均已滿足 一讀者需求為宗旨 二重建新形象 一形象是可重建的 二觀念太遇習慣 形象尊重 三好形象利己病人 三強化短緣心理建設 一靜電斜線專業 二養成說好話 有好念頭 做好事的習慣 三做好分類事 是好形象的根本 四結論 謝謝大家的忍耐